捷运环状线第一阶段工程目前已经有超过50%的进度了 但也因为行经中和板桥以及新庄这些新北市的人口稠密区 让施工难度倍增 像是在台内四线起点端 吊庄桥梁几乎是只能在夹缝当中求生存 好在多亏有了发进吊庄工作车 才能让施工进度如期进行 捷运环状线第一阶段工程如火如荼进行 部分站体已经看见雏形 高架桥梁部分也陆续跟上工程进度 只是到了这里台64天起点端 又是平面道路又是高架桥梁 只剩三公尺的施工距离 让轨道调化成了一大难题 因为它的空间不够 所以它第一个它要先降挖 上面事实上还有一些原来的桥梁柱在上面 等于它的工作时间跟工作量 可能原来的一般正常的两到三倍 工程单位引进发进吊庄工程车 克服狭载空间吊梁河地的问题 也缩短了占用道路的时间 而再往前走来到新电锡的跨河工程 为了降低将来水流队桥蹲的冲击 特殊的Y型茂梁设计就是关键 相关的水利单位都会要求 第一个你要蹲住要少 第二个你不能在环境 环境区来做施坐 虽然寡境是120米 但是他们可以来克服 不只工程设计有巧思 新北市府还请来旅日发籍建筑师操刀 以彩虹为设计概念 桥体腕沿线形搭配18种沿线车站主题设 呈现彩虹巨龙气势 目前施工进度超前5% 能不能在105年完工通车 大家都很期待 记者肖月生郭碧纯 新北市采访报道 你还没决定 我还没决定 你还没决定